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在震荡的格局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到说 虽然指数跌的 你看加权股价指数今天跌76点 可是你看看 涨停板的有18家 上市跪加起来18家 你仔细看下去 上市的虽然下跌比上涨多一点点 可是你看上跪的 上涨的比下跌来得多 这个盘其实很标准的 它在压指数 这个指数当然有些指数 是之前涨多的 之前涨多的股票 所以你之前涨多的股票 基本上来讲你现在做一个回撤 本来就是找买点 本来就是找买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这个道琼即将收复师徒 当时跟各位讲过 这个8月份以来 后来道琼也收复了 那时候我讲加权股价指数 离这个8月份的高点 还有一段距离 我说它有机会落后补涨 但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台积电 这两天的新闻 其实大多数新闻都是 在讲台积电 因为昨天在亚利桑那州 拜登也出席了 苹果的库克 超微的苏之锋 还有这个辉达的黄仁勋 这些重量级的人物都有到场 这个灌溉云集 那当然给足了台积电面子 拜登甚至还跟张忠谋先生讲说 这个我 他讲一句话 他说他欠台积电很多 我不晓得翻译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讲一句台语的 讲一句台语的 奇怪一个美国总统 哪有这么八戒 哪有这么八戒台积电 特别是张忠谋 他还讲 他说他当时在参议院 在竞选的时候 那个张忠谋先生的夫人张淑芬 曾经是他团队 连这个三四十年前的事情 都拿出来讲 搞不好更早了 搞不好更早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人讲话 尤其这种政治人物 他讲话的背后都有他的目的在 没有那么单纯 是不是 那拜登这样讲 当然可能有人解释说 台积电在美国 这个投资案 400亿美金 相当于1.2兆台币 这个应该是美国史上 数一数二的单一的大投资 单一个厂的大投资 绝对了 绝对了 单一的投资 400亿美金 当然他必须要 对台积电要 当然要稍微客气一点 那另外一点就是有人说 那个美国晶片制造 可能会 掏空台积电 先进资人拉过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了 我对于先进资人到美国去 我本来就有一些 一些想法 那这个想法 其实事实上现在 各位你看 很多人 媒体在报道 也报道我当时讲的 我那很早就讲 我说你资本支出这么多 那你到美国去 两年后你开始盖的时候 那个折旧 你那个厂盖起来 设备进来之后 五年摊平的折旧 你每一年的这个折旧费用相当高 你光你的订单 你订单只要是维持 你不要说不要 你说不要讲衰退 你只要维持就可以 你的获利都往下掉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折旧费用上来 你的毛利率会下降 你的获利会受到影响 你看现在入行支部在讲了吗 我这个早就早就早就在讲 那现在我讲 我说这个话 现在考虑太晚了 第一个木已成舟 那第二个 你说台积电要美国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当然也不如说 魏泽佳他是讲说 门人都没有 但他很有信心很霸气 但我觉得很多变数 不完全掌握在台积电手中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也是两年后 当台积电 5奈米开始量产 2024年之后 对不对 你开始在营运了 你的美国厂开始在摊提了 你的订单开始在消化了 那个时候在财报上面 你才能看到 你现在讲这个东西太早 你现在讲什么 你现在讲的就是 为什么巴菲特要在第三季 去买台积电首购一组 为什么 缺晶片 两年前都知道了 美国 日本 德国不是都写信给我们政府 告诉台积电 对不对 后来台积电不是把一些先进产能 把一些产能 把一些产能 把它移掉 挪了产能 给汽车晶片 那个用成熟制成的部分 那时候大家在缺嘛 是不是 两年前不就知道了吗 巴菲特不知道吗 对不对 那台积电被逼的要到美国去投资 巴菲特不知道吗 那为什么在今年第三季 他才当首购主 为什么 各位你想想看 为什么 他得知什么讯息 还是说他看到台积电这个地方下杀 从今年的高点 686块钱 一路杀杀杀杀到300 他买的时候没有到370 他买的时候大概在400多块钱 他认为在这里 台积电的价值投资浮现 各位你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没有人跟你说 巴菲特为什么那么巧 他为什么不在去年买 前年买 为什么在今年 为什么不在第一季买 为什么不在第二季买 为什么不在 第四季买 为什么偏偏偏在第三季买 所以我认为 你根本不用担心大盘 台积电压回 是给人家补获的 台积电第三季 我再讲一次 台积电第三季的均价 是488块钱 你把它换算成巴菲特的成本 今天台积电多少 今天台积电2330多少 471 你今天进去买 你比巴菲特便宜16块钱 巴菲特买了41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1200亿 买了1200亿的台积电 人家买了488块钱 你今天台积电471 你如果说会怕 那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大盘我觉得 因为大盘是怎么样 过高回撤 很多股票过高回撤 过高过了 联马科过了8月高点回撤 南亚科过了8月高点回撤 对不对 很正常 这段涨很多了 这段涨很多了 所以拉回 拉回让人家没有上车的 景硕 这涨了六成 涨了六成 你千万不要跟我说 老师景硕是因为 这个营收下滑 所以这样子 你千万不要这样讲 那是外行人说的 他是波段的 获利回吐 下车卖压 拿着鸡毛当令件 刚好11月份营收 怎么样下滑 你要搞清楚一点 但anyway 下滑是事实 但为什么下滑 因为他先到高点 8月份高点 南亭载版有没有 先到高点 碰到高点 这涨了多少 涨了六成多 这涨了六成多 177涨了314 涨了多少钱 涨了100多块钱 177块钱 涨了140块钱 那你回挡有什么好怕的 问题是 你在过高的时候 你去追 讲白的 那你当然被修理 我讲 讲句实在话 散户都这样子 过了高之后 上涨了 这边都不会买 你这边都不会买 怕就怕死 这都停损了 对不对 真的吗 你很多疑虑 等下涨上来了 把你成本越来越高 等下在这里 哇这个一定要突破 跳过去 突破上去了 散户怎么样 下去买 买了怎么样 人家在下面 出货 人家在下面买了 出货了 你要注意 下来买了 出货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相对高档股票 你可以用区间操作 可是你绝对不能追高 我再讲一次 相对高档股票 不论它题材怎么样 你只能区间操作 绝对不能追高 你有兴趣做这些强势股票 你拉回座 拉回座 懂我意思吗 这个金瑞 创新号229 我跟你讲 高不要追 可是拉回买 我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说你拉回 你跟着我 你想做 你跟着我 我带着你做 可是你自己不要一追 你追到229 给你杀到200块钱 你一张赔2万块钱 那感觉不好嘛 对不对 今天再冲人高点 230.5 不错啦 可是我一直跟你讲 高了你就不要追 你就不要追了 今天这连续出量了 这就是一个区间了 这就是一个区间 这就是一个区间了 不要追了 这种股票 但是怎么样 拉回你可以买啊 拉回你可以买啊 有没有 拉回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量缩的时候啊 是不是 那不管怎么样嘛 我说我过去 带着你做了这一大段 我9月 我9月15号 开始跟你讲精锐 那时候在 我用最高点跟你讲 151块钱 151块钱 涨到230 80块钱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我说接下来 我要做 我不会 精锐 我是区间操作的 他今天上去 其实 有买了就给他了 有买了就给他了 你要注意圣品 我要跟你讲 你要注意圣品 赚的比精锐多 筹码比精锐干净 2.81的股本而已 股价才140几块钱 前三季赚7块2毛6 赚的比精锐多 精锐今天到多少 到200 到230呢 赚5块3 赚品在多少 赚品在140而已 今天最低还131 差了100块钱 赚品跟精锐差了100块钱 是不是 那我现在跟各位讲 我买天月电 今天下去买 直接告诉大家 没有问题 反正拉回就是买 你拉回就是买 我说过 这些股票 像这些股票 像精锐 像盛品 都是有数字的标股 但重点是 有数字的标股 他们有数字 你有没有数字 他们有赚钱 你操作他们 有没有赚钱 你做精锐 没有赚钱的 赶快来找我 我再讲一次 你要做热门股的 像精锐 你没有赚钱的 你赶快来找我 你赶快来找我 也可以欢迎订阅 宇哥的YT频道 好不好 把它扫描起来 订阅 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休息一下 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那昨天跟各位讲 我说市场上的资金 现在就开始去找寻一些 在相对低档的 那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记得你要保持一个灵活 你不能石斑板的 看他过高去追 那你这个赚 赚的就不多了 对不对 追有时候你追到高一点 短线下来 你可能稍微套一下 过往你创新高 第一个你可能担心 第二个你的获利空间 被压缩了 是不是 所以来 灵活一点操作 来 现在拓凯 有没有跟你讲 我前三季赚两个股本 你说军工概念 军工概念 对不对 拓凯 前三季赚20块钱 超过 股价在19 可不可以买 北米不到10倍 放眼过去军工的 我说你 你买雷虎 没错 雷虎 雷虎是标没有错 他是标 可是买了 你已经涨一大段 这雷虎已经从这边 从16块 涨到49块钱 涨三倍 三倍你追在这里 这个爆量 这个爆量 你睡得着觉吗 你睡得着觉吗 我问各位 你睡得着觉吗 我先不要讲说 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睡得着吗 没有净值6块钱 为什么 赔钱嘛 对不对 什么都不要讲嘛 你赔钱的公司 0.09元 有啦 有赚钱啦 有赚钱啦 对不对 但问题是 雷虎敢标 你这个地方 你不敢去买 你明智 可是雷虎没死 那就代表什么 市场上的资金 就会来 从正规军切入 所以 拓凯 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达到航太领域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有没有 昨天大长 拉上去 我也跟你讲 怎么样 不要追 来回加他操作 我说我昨天 我先出一趟 对不对 我出掉 先出一趟 我说拉回 再接嘛 对不对 拉回再接嘛 对不对 我昨天有讲过嘛 我说拉回再接啊 我就在这里接回 我在这里接回 195块附近 195 195.5左右 我几乎就要最低 我在这里接回 拓凯 你看收盘涨得多少 来 是不是又拉上来了 昨天高档出一趟 今天低档还接回 灵活操作 你没有灵活操作 你这个行情 你要去赚钱 你只能被动式的 那当然被动式 也不是说不能赚钱 这看你的手脚快不快 你的手脚快不快 如果股票很多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 不就不建议你说 就持续这样子 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持股 去做个整理 但无论如何 我跟你讲 我说你认为这样的操作 妥当的 你就跟着我做 你认为不妥当的 或者说你还在观察的 你还在看看的 那也OK 那你就慢慢耐着性子去看 那机会每天都有 只是什么时候机会会结束 那这就不一定了 行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这个也就不一定了 所以记得一点 看比较可以 不会做 不要乱做 不要乱做 来 今天有没有掌听门 今天有没有掌听门 昨天爆那个量 很多人等着看八贯笑话 我讲白的嘛 你雷虎你都敢追了 你雷虎都敢追了 你八贯不敢买 赚不到一毛钱的公司 大家讲的跟真的一样 从16块涨到49块钱 现在46 你这些买到的人还套到 这已经有套住人了 你懂吗 这已经有套住人了 这就为什么跟你讲 我说精锐不要追 三四五色精锐不要追 我压怀我买天月电 亲爱的观众朋友 做股票 你都知道 最怕追 最怕追高杀低 订阅我的YT频道 你要看 你要比较 你要考虑 很好 但是机会 你要把握 你怎么把握机会 你可以考虑 可是机会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打开你的小铃铛 机会来了 叹叹叹 叹叹叹 就会通知你 令圣夺香亮 就会通知你 圣诞节快到了 不要 闷着头自己看 手中就抱一堆股票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 八贯 九点零四分 一三四二八贯 一马当仙 大盘开盘是怎么跌的 一马当仙 公交涨停板 我们股票是怎么样做的 对不对 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讲 震荡就是早买点 开低下来 震荡就是早买点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 我说 我拿圣品的例子跟你讲 我说那叫换手在宫 我拿这个例子 有没有在这里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圣品在这里 是不是换手 这天出量 你前面根本没有量 买不到 阻力出什么货 出个鬼 阻力怎么出 那你如果连换手在宫 跟高档出货 你都分不出来 那基本上这个行情跟你就 会越走越远 距离会越拉越远 亲爱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一定要换手在宫 啪一个八根掌停板 这前面掌停板我不算 从这个换手在宫 这边涨八支 圣品 亲爱的观众朋友 圣品现在还是可以买 如果你敢买精锐的话 你精锐都敢买的话 你精锐都敢追的话 圣品绝对可以买 本益比最低 毛利率最高 八贯 前三级也算四块多 对不对 跟这个复合材料 这个拓凯也是一样 我带你做的好公司 这赚20块钱 前三季赚20块钱 这个八贯一马当先 赚4块多 今年是上看一个股本 换手在宫 这让我想到张国荣 有一条歌 其实我对一些投资人 买股票 明明是一个好买点不买 闲东闲西的担心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爆量 是不是出货 然后拼命等到 真正一些股票 已经涨一大段了 已经爆了一堆量 不是出一天 爆了好几天量 那追得很开心 我建议那些投资人 我送他张国荣那条歌 拒绝再玩 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玩了 你有本事赚钱 就像我这样子 跟着我一档一档赚 好不好 跟着我一档一档赚 对不对 这个地方换手 换手 今天是不是直接拉涨停 今天是不是拉涨停 对不对 来 那解封概念 这个利封 一样 恭喜手中利封KY 逆势走高 此股就获利安心报了 这对我而言 这个 这没有涨停的放在后面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创新高就获利 轻轻松松获利 解封 投信作账 云品 解封 投信作账 是不是 但是注意 我讲过 标股在我们家 亲爱的 这都有数字的标股 你都错过 对不对 来 这档股票 二字头低价转机股 准备喷出 你今天把手续办好的 听清楚了 你今天把手续办好了 节目结束后 五分钟之内 打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的 这档股票 明天我优先带你上车 准备喷出 还有 农历年前我全包了 怎么包 打电话进来就知道 五分钟之内 打电话进来 这档股票 明天优先上车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